哈喽,欢迎来到Auntie秀的人气直播美味秀 今天呢,我们有一点五分钟后才开始 因为我刚才呢,忘记拿我的favor来着 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Auntie秀呢 在煎着我们的鱼 原本呢,我们今天呢 是要跟我们一个特邀嘉宾一起煮饭的 可是因为呢,我这里的那个网线呢,不是很稳定 所以呢,刚才说,Tick Hello 在线的朋友 然后今天Auntie秀呢,要为我们呈现煮什么 妈咪你的鱼 咖喱鱼干 咖喱鱼干,咖喱咖喱咖喱 我们这样煮什么 咖喱鱼还有咧 还有 还有 除了咖喱鱼还有煮什么 咖喱鱼干 当当 我们今天有我们的咖喱鱼干的酱料 然后呢,之前有看过Auntie秀呢 煎过它的鱼也不陌生哦 我们就是呢,把我们的鱼 炒炒 抹了一个薄,吸干净后呢 抹一层薄薄的粉哦 然后呢,包包的淀粉呢 就下锅油炸 今天呢,下锅油炸的鱼呢 我们过后呢,就会放入我们的咖喱一干,一起煮 然后呢,大家相信对这个A1牌子的咖喱一干一点都不陌生哦 因为这是Auntie Shoe呢,第三次为我们示范啦 在家的你已经准备好,开始动手煮晚餐了没有哦 然后呢,今天原本呢,是要给我们的特要嘉宾哦 保佳呢,一起煮饭的 可是呢,因为种种我的那个网络线不稳定哦 所以呢,我们可能明天再try一下 然后就是呢,会呈现给大家 两个人呢,同时直播煮饭,煮晚餐 然后呢,保佳的老公呢,是卖鱼的 然后我们也是有跟他添购我们的蘑菇鱼 然后下次呢,Auntie Shoe可以煮阿桑蘑菇鱼给你们看 然后我们现在呢,看到Auntie Shoe呢 把煎好的鱼,煎到王金,王金色的我们的鱼呢 上锅啦 然后呢,还不会学会长煎鱼的朋友啊 不用担心 然后你可以看回过后呢,看回Auntie Shoe的直播 看Auntie Shoe怎样教你轻轻松松在家煎到王金色的鱼 而且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叫什么鱼啊,妈咪 金鱼 金鱼鱼 而且金鱼鱼的价格非常便宜哦 所以呢,大家呢,除了金鱼鱼以外呢 也可以,之前Auntie Shoe也是有示范我们的带鱼啊 给大家看 所以呢,任何的鱼呢,都可以拿来煎哦 当然呢,最重要是你煎鱼的时候呢 火候很重要 千万不要超之过急呢 用大火来煎你的鱼哦 不然的话呢,你的鱼就容易就变黑胶色 然后我们的鱼呢,就这样子 煎到王金色呢,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现在呢,Auntie Shoe要秀她30秒熄锅 我们就要准备我们的下一道菜 妈咪,你下一道菜要煮什么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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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 Auntie Shoe,你下一道菜炒什么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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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 煮鱼豆啊,煮鱼豆妈咪 它叫鱼豆,不是叫鱼鱼豆 鱼豆 一个木质旁,然后两个土上下 鱼豆 然后呢,我们今天再煮多一次鱼豆哦 所以大家呢,看过Auntie Shoe,炒菜的朋友啊 都知道Auntie的SOP非常容易寄的 我们就是加了油 爆香我们的 虾米啊,或者蒜米啊 或者是我们的姜鱼籽啊 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青菜 下去爆香 然后我现在呢,调一下 加入青菜,下去爆香 哎,先加下去炒,翻炒,翻炒 你看Auntie Shoe现在呢 已经会抓我的mystick了 下次我叫Auntie Shoe自己做讲解 OK?Auntie Shoe,如果我没有在 你可以自己做讲解嘛 不会 不会啊,Auntie Shoe呢 讲,还是希望我在旁边 帮他做主持人哦 做旁速哦 帮他呢,慢慢的这样去讲解给大家看 然后我们现在呢,加了油 然后加了我们的姜鱼籽后呢 我们就这样子慢慢的爆香它 爆香到我们的姜鱼籽呢 呈现金黄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桂豆啦 我们的桂豆已经在我妈咪的右手上面了 我妈妈是左撇子 所以这个镜头呢,刚刚好拍到Auntie Shoe的左右手啊 都在充分的利用 然后我们现在呢 大嫂已经上线了,妈咪 我们今天呢 要呈现多少道菜给大家看 妈咪,今天我们煮几道菜? 五道 五道菜啊,你今天会煮什么? 除了咖喱鱼以外,还会煮什么? 包菜,小饱菜 包菜,小饱菜,贵豆,还有咧? 还有一个 腊肠 腊肠 腊肠什么 虾 腊肠 腊肠 腊肠胆 肠肠肠 腊肠肠啊 什么叫腊肠肠? 就是腊肠去煎蛋啊 对 呜,Auntie Shoe 现在都已经会充分利用我们家剩下过年一些食材的菜啊 今天呢 就要第一次呈现给大家看 怎样在家呢 煮腊肠蛋 喜欢吃蛋的你 又喜欢吃腊肠的你 然后家里呢 还有剩下很多腊肠的你 就可以学一下 腊肠蛋怎样煮 然后呢 现在你看到Auntie秀呢 爆香好的姜鱼籽呢 我们就要加入我们的桂豆 下去爆炒 然后呢 记得哦 简简单单就爆炒它哦 然后去翻炒它 最重要呢 在炒的同时呢 要注意你的火候哦 不然的话呢 可能就变成黑色的桂豆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加入我们的桂豆下去 慢慢的爆炒它 然后你看到Auntie秀呢 给它差不多 弄了一分钟后呢 我们就要加入我们的调味料 然后我发现到呢 Auntie秀哦 我的粉丝哦 也是很厉害的 已经开始被Auntie秀 诶我今天煮什么 你今天煮什么 然后Auntie秀的粉丝也是已经是 很熟悉的 不知道赶紧我们一起做分享 然后呢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会研究哦 我们怎样 利用一些网络的那些software啊 可以跟我们的粉丝们 同步一起煮饭 是不是很特别勒 有没有看过 同时时间呢 两个直播大家一起煮饭 然后呢 我们就来做我们的第一个 就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们怎样一起煮饭哦 然后呢 我现在呢 再把Auntie秀弄下我的打登机哦 因为我今天呢 我不小心弄坏了我的打登机的脚 所以我现在呢 处一个很脏炸的状态 就是我的打登机是不见了一个脚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呢 你们在现在啊 在家里呢 还有除了煮饭以外呢 还有做什么 可以跟我们分享 然后我发现到开始呢 已经有网友哦 陆陆续续的联络Auntie秀啊 讲 小小姐 我今天煮什么 小小姐 我今天煮什么 然后Auntie秀的粉丝呢 也很是那种很可爱可亲的 还会给我妈咪分享一些 他们的煮饭的小细节以外呢 大家呢 也有更多的共识哦 就是怎样让我们的厨艺呢 冰上加冰 然后我现在呢 有看到吗 我们已经呢 煮好我们的第一道菜后了 第二道 然后我们现在煮我们的第二道菜 就是我们的桂豆 然后 然后 什么叫Bikop Pop 老哦 买太老了哈 Auntie秀哦 每次也是问我 你的是不是每次呢 买到的菜都不会哦 哈喽你好 Summer 看到Auntie秀 很久没有看到Auntie秀了 Summer time Summer time 然后妈咪 有人问你哦 你是阿鹅吗 阿鹅是谁 我说是阿鹅 阿鹅是谁 阿鹅啊 阿鹅是谁 阿鹅是我的鹅鹅 鹅鹅啊 阿鹅是我的鹅鹅 我鹅鹅我不懂他叫什么名 因为阿鹅是鹅鹅啊 然后妈妈是阿力 哈哈 然后你看我们也是很惨哦 哈喽你好 书情侣 一个叫Farmer time 书情侣 你又准时上线了 今天呢Auntie秀呢 现在在煮第二道菜了哦 我们改第一道菜呢 是煎好我们的鱼 我们的那个金苍鱼 很老哦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炒着我们第二道菜呢 就是我们的桂豆啦 然后过后呢 我今天其实要尝试哦 做一个双不同台的一个live 可是呢有一点小问题就是说 因为呢我的那个网络的线啊 不是很stable哦 所以呢我的朋友呢 我app都带他进来我的live里面 请大家多多抱他 我过后呢 可能我就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啦 再做 然后我现在明天呢 我就尝试一下 怎样用我的live呢 加入两个人同时呢 一起跑 所以大家呢 同时间呢 看Auntie秀的live的同时呢 可以看到两个人在煮饭哦 是不是很特别嘞 我跟Auntie秀讲 我们下次呢 就请每个嘉宾进来 大家一起煮 然后呢 给大家互相切磋主意 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也是开始有很多粉丝联络她 Auntie秀能跟我们讲这个 可以跟我们讲那个嘛 所以呢 妈咪呢 也是越煮越开心哦 越来越多人呢支持她 也跟她分享很多一些 煮饭的小秘方 如果呢 你煮桂豆啊 有特别的小秘方的话 你也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哦 然后我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 已经把我们的贵豆呢 炒香放起来了 妈咪 我们的那个 打生机的那个蘸 应该是宣布坏掉了 你看 给它叩叩了 叩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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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叩叩了 叩叩叩了 叩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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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已经有两架 叩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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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打登机的那个 tri-spot 然后呢 掉下去了 然后坏掉 妈咪 suchi你讲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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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福了叩 胖了咯 每天吃 哈哈哈哈 我的妈咪唷 从第一天 到最后一天 谢谢 我们可能要等下 要公布他的重量 到底背多少公斤 是吗 妈咪 可能要公布一下 Auntie秀到底 在这三十四天 煮到来 到底背了多少公斤 相信很多网友 都很有兴趣 要知道 妈咪有人问你哦 时常炒四季豆 那个贵豆啊 一个星期吃几次啊 我们 他们喜欢吃我也不知道几次 然后又耐收 不喜欢吃 听到吗我妈咪很了解我们 她知道我们又很爱吃贵豆啊 贵豆可以收几天呢平均 那天拜几天 我那天是上个拜市买的 还没没有 还没没有哦 所以呢贵豆呢跟我们的那个 包菜的道理是一样哦 非常耐收哦 所以呢喜欢吃贵豆的朋友 可以买来收哦 可是尽量呢不要收太多啦 因为呢我那天还给我妈咪控告 讲我的贵豆呢买到太老 所以很会买的朋友啊 你不妨可以买多几个来收住 不要像我这样子哦不大会选的人啊 就乱乱来 贵豆呢青草就很好吃啊 炸鸡蛋好吃啊 其实我也不懂我们一个星期吃多少轮的贵豆 我知道每次 每次呢Auntie Sue煮贵豆 我跟你讲一定吃到完 一点都没有剩的 因为我们家呢都很喜欢吃贵豆 很喜欢吃妈咪炒的菜 然后呢我妈咪已经煮了你看 第30多天了 34天了那Auntie Sue的背影 你可以看回Auntie Sue第一天煮饭 跟第34天煮饭的背影哦 应该有明显的增胖 哈哈哈哈 是吗妈咪 你看Auntie Sue的双下巴也上来了看到吗 Auntie Sue讲 我煮饭好像在增肥哦 自己煮的东西又很好吃哦 又越吃越多然后很难受耶 妈 锅月桂是谁 大鱼 大鱼啊大鱼是月桂 大鱼叫锅月桂啊 没有我问你它是谁 Summer Tan啊等下你看回去咯 有一个叫Summer Tan人 tag你 你是阿鹅吗 他叫Summer Tan哦 这样你要online search一下 妈咪讲哦 有时网友tag他会误认他跟我的二鱼 因为他们两个长得有一点像 然后呢大鱼在这边看着你打煮了咧妈咪 Auntie 可以示范下下次怎样煮梅菜够肉吗 够肉 Auntie讲很多功哦 Auntie讲我可不可以简简单单 叫网友一起煮就好啦 还是呢有哪个网友呢 会煮梅菜够肉的 下次跟我们一起同步一起直播煮饭 然后 对对啊这样对 然后因为我现在在尝试着呢 怎样大家同步煮饭咯就是 同时呢我们有两个直播的人的那个screen呢 会在我们直播室里面 我们现在是打直看啦 然后如果两个人呢你就要打横看了 到时呢会invide啊 每一期我们可能就invide一个特邀嘉宾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怎么煮 所以呢你们在看Auntie秀 可能煮一些repeating的菜啊 一些重复的菜啊 你们就可以转一下镜头去看那个 看那个另外一个镜头了 所以呢你要简单又快速呢 你可以同时学很多道菜 是不是 不错啊妈咪 同步煮饭 我妈也是很赞成 她讲不用每个人只看她一个人煮 可以看很多人一起煮 我们又可以邀请其他嘉宾一起进来 然后呢想要示范给我们网友啊 一起煮什么饭的朋友啊 可以联系我 然后到时呢会教你怎样呢 进入我们的同步 同步播放的那个直播室呢 大家一起学习 当然呢你的同步直播室呢 一定要有个人帮你拿着你的电话 不然的话呢我们的网友会头晕 是不是 因为哦你知道吗每一次呢 我都要拿着我的那个stabilizer 帮大家拿着screen 因为有一次呢我就拿我的相机啊 没有拿我的stabilizer哦 我的朋友看了auntie shoe的直播跟我complain 她讲她讲santa你的手可以不要这样晃吗 我说因为哦整个厨房是热的 所以呢我拿着我的相机的时候 我可以注意到我的电话是热的 我又再换手换手再换手 然后呢过后呢我也多一个stabilizer 过后呢就好很多 我可以拿着我的手啊 转左转右啊 我的电话呢就没有那么晃 对不对你们发现到呢 过后的一段时间呢我们的 我们的整个screen就没有这样晃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看到auntie shoe呢 炒好我们的柜豆后呢就是炒我们的包菜了 auntie就用很快速的方式 炒好我们的包菜 然后过后我们就继续煮我们的小百菜 我们就到我们的另外一个中头菜啦 auntie shoe呢今天要教大家煮 我们的腊肠蛋 然后呢这一次第一次呢示范我们的腊肠蛋给大家看 所以呢之前呢没有看过auntie shoe煎蛋的朋友啊 可能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呢看过auntie shoe煎蛋的朋友啊 也可以看一下auntie shoe等一下要秀她的绝技了 怎样轻轻松松用她的盘来翻 然后现在腊肠蛋要翻嘛 不用啊auntie shoe讲腊肠蛋呢不用用那个盘子翻了 不用像我们的大葱蛋那些这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呢看到auntie shoe哦已经汗流霞背了 妈咪miuki问你auntie shoe你可以示范做五香吗 五香是什么 妈咪miu香是什么 春卷啊 是春卷啊 五香是春卷吗 miuki春卷哦很多工耶 很难一个很难一个小时内做给那个网友看耶 你可以想一些菜哦可以在可以可以在五分钟内炒好的煮好的 比较容易充分的利用我们的时间 不然呢我们的直播开放两个小时 我们要等到八点才有得吃啊 是不是 妈咪现在呢就充分利用他的时间哦 尽快呢在我们七点前就完全煮好我们的五道菜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一起吃饭呢 煮好喝就一起吃晚餐啦 木耳焖鸡肉 妈咪木耳是什么 黑木耳咯 黑木耳焖鸡肉 Miuki suggest的 要焖鸡肉咧 Miuki你的焖鸡肉要很久咧 你的木耳要焖很久咧 哈哈哈哈 我不懂那个网友有没有这样的耐性哦 要看你慢慢 auntie看mama 看auntie shoe慢慢的示范木耳焖鸡肉咧 我们和那天煮那个人生汤啊 还特地skip fast forward了咧 因为那个人生汤哦 的人生啊就要焖煮了大概一个小时 要焖一个小时 然后才开火倒那些其他的那些材料下去煮 auntie呢已经fast forward呢 直接skip掉我们煮那个人生汤的过程了 不然的话呢我们的网友呢 要傻傻在我们的镜头前面等两个小时 要好了才show给我们 哈哈 妈咪 Miuki叫你煮完了 然后才示范开看才开给那个网友看 因为网友等下会打miuki 等下你们就去打miuki就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擦好我们的 登登 我们的包菜 妈咪你今天包菜的颜色很美 你买青叶比较好吃吗 妈咪为什么你不要加一点萝卜下去炒的颜色 你是不是更漂亮 忘记 哈哈哈 auntie就讲她忘记了 auntie今天呢下午呢 他就有煮那个冬粉炒冬粉也是很好吃 所以呢如果想在家try炒冬粉的朋友啊 你可以跟auntie拿recipe auntie炒的米粉啊冬粉啊面啊都很好吃 都是属于那种呢加入我们的虾米啊 或者是蒜米啊轻轻松松就找了一盘 给我们全家人吃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了 要给auntie看一下 下次我要screenshotauntie day1到day34的那个照片 背影的照片 看一下auntie到底这段时间 一个月以来哦 到底长胖了多少 然后我们可能就开股一下 我们从一公斤跳起 哈哈哈 看auntie siu到底胖了多少哦 然后auntie siu呢洗好我们的锅了 然后我们下一道菜呢 就是要煮我们的小白菜 你看哦爸爸哦 切小白菜哦非常的用心 他已经把我们的小白菜呢 全部已经撕好 然后肉美美了 看到吗 我们的小白菜 然后这小白菜弄好后呢 我们就要放下去了 然后我现在呢 爸爸要拿我的东西 所以我要把我的灯移一下位置哦 然后我们的小白菜 auntie siu呢 现在加入它的油啊 蒜米啊 加下去后呢 我们就要慢慢的爆香它 爆香它到金黄色 记得不是黑黄色哦 之前有跟大家复习很多次哦 金黄色跟黑黄色的差别的口味 是不一样的哦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 枪枪 我们的电话呢 我就放它在那旁边 静静的看着auntie siu慢慢的煮 等一下啊 我已经现在呢 已经很顺手了 我可以边拿我的打灯机 然后可以边拿我的相机 然后我同时呢 还要做买妈咪的糖素主持人 所以我已经可以一个人做三个打灯 然后打灯 然后还要帮妈咪弄这个弄那个 现在已经习惯了 然后我现在 要尝一下我们这个 可以哦 这个可以坏掉 可以啊 然后你看到吗 妈咪现在呢 爆香好我们的蒜米后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青菜 然后呢 相信呢 喜欢吃青菜的朋友啊 其实呢 这道菜我会强力建议大家 在家吃多一点菜的 因为呢 菜呢 本身呢 整个呢 整个的那个 维他命很多 所以呢 在家开始吃青菜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养生之道 然后你记得吗 妈咪哦 已经炒了那么多菜了 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炒菜呢 一点都不难学哦 然后同时呢 我朋友啊 有些不会煮饭的 还跟我讲 我看你妈咪炒菜很像很容易哦 是的 妈咪呢 他都尽量呢 用很简单的方式 教大家煮哦 尽快呢 是让一些 还在家呢 在烦恼要吃什么的啊 你可以在家轻轻松松 学习煮饭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阿姨修 香香 有没有很快速的再继续翻炒嘞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青菜 我们的油啊 加了蒜米过后呢 加了我们的青菜呢 就这样子翻炒 再翻炒它 然后呢 加入我们的盐呢 调味料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我们就继续这样子 让它翻炒 再翻炒 我们就可以起锅啦 今天的小白菜的颜色很漂亮 妈咪 你觉得小白菜很美的 那个颜色 整个小白菜的颜色的那个青青 在你的锅里面炒 才那个颜色很漂亮 然后我们现在呢 继续的爆炒 翻炒 我们的小白菜呢 倒它全熟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阿姨修呢 再帮我们加一点调味料哦 然后再给它翻炒翻炒呢 我们就可以起锅的 香香 有没有觉得很容易学咧 当当当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阿姨修 用它很熟练的方式 继续的翻炒我们的 香香小白菜 现在丰富极佳的vitamin还有丰富极佳的fiber 让你促进你的肠胃啊 蠕动啊 消化期特别好 一级棒 那我们现在呢 今天会炒三道菜 然后也会煮我们的腊肠蛋 然后呢 最大就是我们的咖喱鱼啦 Auntie Sue呢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给我们大家示范复习怎样在家里 轻轻松松也可以煎单煎好很漂亮的 啊 怎么叫磨鱼了啊 金鲜鱼啊 金鲜鱼啊 然后呢 我们的金鲜鱼呢Auntie Sue就给它切 切成三片哦 一只鱼切成三片哦 然后呢 我们就过后洗干净整个内脏 然后在下油锅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把我们的鱼沥干 沥干后呢 沾一点淀粉 我们才下锅油炸 然后呢 下锅油炸的时候呢 记得不要开大火去煎你的鱼哦 不然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黑金的鱼 然后里面还没有熟 所以呢 煮饭的时候啊 耐性很重要哦 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看到Auntie Sue 刚才怎样煎鱼的朋友啊 可以看回你的复习 看回重播 看回Auntie的那个煎鱼 怎样轻轻松松的 大家也是可以煎到很漂亮的鱼 然后我们今天煎好的鱼呢 到最后呢 我们就会示范呢 怎样简简单单在家做那个Curry酱料哦 我今天呢 已经跟那天一样呢 准备好了Auntie Curry一干的那个酱料呢 留给我妈咪了 这个Auntie Curry一干的酱料呢 有一点酸酸的 是吗 酸酸的 然后呢 本身呢很香 香气十足 所以呢 如果喜欢吃咖喱鱼的朋友啊 也可以考虑买这个牌子 当然呢 你有很特别的牌子 你吃过很好吃的 你也可以建议我们哦 因为呢 大家就互相切磋厨艺 互相学习 然后我们的Curry E干 A1 今天就吃你啦 然后呢 通常呢 这样子一包呢 至少给你煮1kg的鱼啊 所以如果你知道你是煮半kg的 你就倒一半就好 倒半包 然后分两次来煮 然后现在呢 因为MCO的关系啊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可以慢慢这些 弄这些酱料 所以我妈咪就已经 我已经帮她买好那个 那些制 我们叫 即煮料哦 可以呢 直接倒下去直接煮 所以这个酱料呢 是我强力推荐大家来这个试吃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时间 给回我们的Auntie Hugh Auntie Hugh呢 已经帮我们刚才呢 剩下的油脂收制了 加入我们的蚝油收制 然后淋在我们的小白菜上面 我们今天的小白菜的颜色非常漂亮哦 这个是那天我星期四呢 在NSK买的小白菜 也证明说呢 小白菜啊 我们的包菜啊 是一个很耐用的 很耐收 耐储藏的一个菜哦 所以呢 你去外面买菜的话呢 尽量把它放在最后一天煮哦 才去买新的菜色 当然呢 玻璃生菜啊 一些的菜呢 是没有那么耐放的 就不要放太久 然后我们下一道菜呢 这样煮我们的 酱酱 有没有在家呢 因为过年的关系啊 还有剩下很多腊肠的朋友 也不妨呢 可以简单的 切好你的腊肠块呢 腊肠片呢 我们就下蛋一起煎它 然后就洗干净呢 切成这样子的片状 我们就可以下锅煮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训练好它的锅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Auntie训 Auntie训为什么你会想到呢 用我们的腊肠来煎蛋啊 阿咪 没有 我本身我以为你不吃腊肠的哦 可是你不吃了就不吃 是哦 因为你要毒术坏 毒术坏啊 腊肠会坏吗不会啦 对啊会臭腱 是吗腊肠会坏掉的啊 我腊肠是不会坏的哦 换换脚会不痛的 所以呢Auntie说呢腊肠不能放久哦 你们除了用那个腊肠来煎蛋 你们还有没有在家试过 用腊肠来煮别的菜色的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呢我本身呢 其实讲真的是没有怎么吃腊肠的 Arain就很喜欢吃腊肠 然后我本身呢 对腊肠呢不是最爱好者 可是我今天也是很想尝试 我们的腊肠呢 跟我们的蛋呢 碰起来到底呢会产出怎样的手法 然后妈咪说今天我们的腊肠比较新鲜 你怎样知道它新鲜不新鲜呢 它没有一个臭臭的味道 它没有一个臭臭的味道啊 哦Auntie讲 因为今天的腊肠没有臭臭的味道 是属于新鲜的 所以呢在家你还有很多 在过年的期间啊剩下来的腊肠啊 也可以像Auntie这样子 今天呢用我们的油爆香我们的腊肠 然后呢再加入蛋 去变成我们的腊肠煎蛋 然后Auntie秀呢今天说呢 我们就拿我们的腊肠去炒我们的蛋呢 这道菜呢我也是没有吃过耶 讲真我也是没有看过Auntie秀 这样子煮耶 哈哈哈 Auntie秀哦 现在哦已经被我们逼到绝路了 还有八天要煮耶 不懂要煮什么菜吃 所以呢我们还是给Auntie秀呢 最佳的鼓励 因为呢他每一天呢 尽量呢想一道菜色呢 教大家在家有一些新鲜感哦 尤其呢Auntie秀呢也尝试呢 尽量用那些菜色呢 大家能在家轻轻松松学起来的菜色 就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呢 可以在家煮起来的 当然那你本身呢 你不知道呢 你的菜要怎样子煮啊 你可以学Auntie这样子 简简单单的先学炒菜先 我也是从学炒菜开始炒的 不是一天里面呢 我就会煮肉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 加入我们的蛋花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蛋花 配上我们的那个 呃我们的那个腊肠的颜色 其实也是很漂亮 有很漂亮哦 Auntie已经上线了 然后我看一下我们的腊肠 碰上蛋的火花 哇妈咪我已经嗅到那个腊肠的味道出来了 是不是比较新鲜 感觉比较新鲜 然后呢我之前有看过人家腊肠呢 通常会放在我们的炒果条啊 炒面啊之类的东西下去做配料哦 所以呢我觉得喜欢吃腊肠的朋友啊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方式你可以在家动手做的 就是我们的腊肠煎蛋 有没有发现到Auntie很creative咧 只要想到什么菜色呢 她都会尽量呢煮一饭煮一次给我们看哦 不然的话呢 我们怎么在家轻轻松松学那么多菜咧 看了Auntie的直播 有没有在家也有同享 就是说 诶原来我也可以在家做厨粮 诶原来我可以在家做厨身 诶原来我煮饭也不差 所以呢Auntie秀初中跟大家分享那么多菜呢 就是要你们在家开始动手煮啦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看到Auntie秀呢 很快速的把我们的第一锅的那个腊肠炒蛋 就差不多已经要成盘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腊肠炒蛋的颜色很漂亮哦 我们现在是黄礼带一点红哦 黄礼带一点红是什么国旗妈咪 我没人要考试妈咪要考试这样 妈咪哦每天给我欺负的 我们会问他这个问他那个 然后我是10万个为什么的小女孩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腊肠炒蛋上桌啦 中国的国旗啊红黄色 咪咪这离中国国旗应该还很大的距离耶 因为中国的国旗是红色为主嘛 等下我们现在呢把我们的腊肠炒蛋煎好了 我们要下锅咯 因为呢Auntie秀呢要尽量的沥干我们的油哦 不然的话呢等下我们的吃我们的炒蛋呢会很多油腻 然后我们现在呢再炒多一次给刚才miss掉的朋友看哦 刚才miss掉的朋友又喜欢吃腊肠的朋友 记得看过来 Auntie秀呢现在呢在示范我们第二次 怎样我们的腊肠煎蛋哦炒蛋哦 然后我们就是加入我们的盐 爆香我们的腊肠 尤其呢过年的时间啊 你还有很多腊肠还没有清货的 这个是你可以参考的一个一道菜哦 那我们现在呢爆香我们的腊肠后呢 我们就要加入我们的鸡蛋啦 我今天爸爸呢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哦 Auntie秀呢在看着他的腊肠的同时呢 Uncle呢就帮他打那个蛋呢 倒入我们的大锅里面 双剑合并 所以呢煮饭呢也可以找你的帮厨 一起来互动互动一下 然后当然呢妈妈们也可以找小朋友 一起互动哦 可能可以教小朋友啊 洗菜啊拔菜啊 一些没有这样危险是很重要的工作 然后我们现在呢 已经看到我们的腊肠煎蛋呢 有没有觉得这颜色很漂亮 Mummy有发现到你最近的那个鸡蛋的颜色 很美都很黄诶 哦会吗 还是我的错觉 很黄哦 你发现Auntie最近的那个 整个整个的鸡蛋煎起来颜色很漂亮 都是黄色的 然后这一道的腊肠煎蛋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还没有煮过的朋友啊 可以洗你喜欢吃腊肠又喜欢吃蛋 可以尝试煮这道菜 如果本身呢你是家里还有很多腊肠的货啊 尤其在过年剩下的年货呢 也可以拿来煮这道腊肠炒蛋 然后可能下一次呢Auntie炒面啊 什么我们可以在Auntie秀呢拍多一点他的美食 照片给大家分享 然后我们今天呢 整个腊肠炒蛋呢 已经接近尾声了 然后呢我们就要准备我们的 当当 我们的咖喱鱼 咖喱鱼是我们的最爱 然后呢很开心 我们可以stand by吃我们的咖喱鱼了 因为呢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很想念咖喱 然后我现在呢 有之前呢有朋友问我 除了A1的牌子的咖喱鱼干呢 你觉得还有什么牌子好吃 我跟他讲 其实哦 我只有MCO的时候买过这些酱料而已 哈哈哈哈 说起来是不是很惭愧的 我们以前家里煮咖喱对不对 我妈咪是自己煮的 自己买那些咖喱粉来自己配料的 可是因为MCO的时候啊 我们也来不及哦 去买这样多那种咖喱粉啊 自己在家慢慢弄酱料 然后我就跟妈咪讲 可能只是关14天不用弄这样多东西 结果一关关关关的话要关到42天 可是我跟他讲 哎呀反正不要弄这样麻烦啊 就买那种即时即煮的来煮就好了 然后呢也让A1的老板呢也开心 看到那么多网友呢 一直在我们的家呢 一直煮那个即煮料 就是A1牌子的 然后A1牌子呢 除了我们的咖喱好吃呢 它的那个肉骨茶就是它出名的 A1肉骨茶 你知道吗 我买那个A1肉骨茶面哦 已经煮完了 然后那天我去找A1肉骨茶面呢 还没有补货 所以呢可能等它来货 所以我再去买多一轮 然后我们现在呢 我们的煎蛋弄好了 我们的腔腔 我们的腊肠煎蛋 宣布完成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秀呢要做一个动作 我不懂他要做什么 妈咪 酱香啊 为什么要加这个酱香呢 哇妈咪你的酱油味哦 哇你的酱油味哦 扑鼻而来很香 你的李锦记酱油 妈咪有些网友跟我讲 他也是跟你一样很喜欢吃李锦记的酱油 我妈咪呢是李锦记酱油的fancy 所以呢只要呢看到美式啊 要补货的时候啊 我就会帮他买 然后我们现在呢 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蚝油已经正式开入我们的第五罐了 你有没有发生到 我们家里吃 吃我们的蚝油很快咯 有没有网友和我们一样呢 现在你的蚝油是你的家里的第五罐了 我们家就是了 这个是第五只 看到吗 妈咪 我们第五只的蚝油在这边 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很会吃蚝油 因为我们家呢 都是驴锦记 熊猫牌 鲜味蚝油 你小只都已经吃掉三只了 妈咪 Auntie Sue讲 我把三只小只当做一只来讲 妈咪 你今天的那个腊肠煎蛋很特别 可是Auntie Sue的腊肠煎蛋 我相信呢 会是以祥的最爱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道菜 因为以祥又吃腊肠 又喜欢吃蛋 所以这道菜呢 非它莫属啦 Yeah Ready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让Auntie Sue呢 30秒起锅 然后同时间呢 我会在线上的尝试呢 怎样同步大家一起分享煮饭哦 然后同时呢 有兴趣想跟我们一起 同步煮饭的朋友啊 可以联系Auntie Sue 所以呢 我会跟你们在直播之前呢 先tap一下我们的mic啊 tap一下我们的screen啊 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双互同播 一起直播了 这个是呢 我前天才学会的skill哦 因为我跟Auntie说 一个人煮其实蛮那么的 煮了30多天 当然偶尔要请一下我们的嘉宾啊 已经看了30多集的嘉宾 一起上来分享 因为毕竟在家闭门到造车的话 很多很难分享给更多的网友 倒不如呢 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呢 可以轻轻松松在家一起同步切磋 厨艺 然后同时间呢 网友呢 也有大 也是有变成一个很好的学徒 很好的粉丝 可以同时间呢 看到两个大师一起煮饭哦 当然呢 你不会煮饭的朋友 也不要害羞 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直播分享 你在煮饭的时候啊 通常会遇到什么问题 所以呢 希望Auntie秀可以一心试用哦 边煮饭 边洗锅 然后边擦厨房 又可以煮饭 然后我们Auntie秀到时候就是 一心试用了 不是一心三用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加入我们的油 我把Auntie秀弄弄一下呢 来加加一下 妈咪你的油吼 今天用很多咧 然后呢 我们用热我们的油过后呢 Auntie秀要加入他的姜片 我们姜片加下去 然后加我们的小葱头 爆香 然后呢 还要加什么 小葱头爆香到黄金色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 Curry一干的酱料啦 然后呢 我现在帮Auntie秀 爆香这个酱料 妈咪 你的这个爆香的技巧哦 有没有 有之前有一个网友跟我讲 哎 为什么妈咪切的那个 香片这样漂亮 这样薄的 是不是用机器切的 其实我家的这些哦 都是用人工切的 因为我们家呢 很少煮饭哦 没有特别去买一些 切那些姜片啊 切那些小葱头的仪器 可能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 像我爸爸这样子的刀工的 我的爸爸的刀工那么好 可以去上网找一些辅助品来帮你 帮你帮你切啦 我是这样子觉得啦 然后我们现在呢 爆香好我们的姜片和我们的小葱头后 我们就要爆香到差不多 已经是黄金色 应该是整包那你倒整包 因为一公斤 然后呢像我这样子呢 我帮Auntie秀呢 左手我拿着相机哦 我右手在帮Auntie秀爆香 爆香到我们去去爸爸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加入我们的Curry一干的那个即时煮料了 A1牌子的 然后不要问我为什么每日只是介绍你们煮A1的牌子 因为我们只是喜欢吃A1的牌子 当然如果粉丝你家里有自己做酱料的秘方 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的粉丝团 我们的Auntie的粉丝们 然后我现在呢看到Auntie秀呢 在爆香的镜头呢 她就加入一些蒜米哦 妈咪为什么蒜米要最后才放呢 要小颗等一下它掉掉了 听到吗 其实是有技巧哦 那个尤其是在你顺序那边很重要 你就加了姜片 那个小蒜头 你的蒜米呢要在最后才放哦 因为呢Auntie秀说 这个蒜米呢很快就煎到已经是爆香了 所以呢蒜米尽量不要跟你的姜片一起放 这个是一些小细节大家要留意的 那我们现在呢看到Auntie秀呢 已经在爆香着我们的蒜米香 我们的姜片 还有我们的小蒜头 小葱头 然后呢我现在呢 Auntie秀呢翻炒再翻炒一下 然后喜欢吃咖喱干的朋友啊 也可以再从这道菜呢 等一下可以看回我们的重播 一起学起来 然后当然呢我本身呢 其实呢不大喜欢做饭 我每次去旅行我比较喜欢带妈妈出门 希望她可以煮给我们吃 可是呢每次去到旅行的时候哦 就没有空煮 因为我们早早出门啊 然后呢出去玩啊走整天了 过后回来都已经很累了 那你有时间煮饭对不对 阿咪上次你去日本啊 你有时间煮哦 回到家已经就冲好了 就躺着睡了 然后去旅行的吃好料拿来煮 去旅行就要讲说还要自己煮 是哦 去那边吃那边的好料还要煮 所以哦你们要知道哦 Auntie秀会跟很多爸爸妈妈讲 去旅行不用煮的啦 我们去旅行就是吃那边的好料 其实讲的也是对哦 我去旅行讲真的 只有晚上肚子饿的时候才吃那个 即食面 就是我们讲的快食面 然后其他时间呢 都是吃啊喝啊玩啊睡觉啊 驾车啊 然后都没有什么时间去煮饭的 我只有去那个欧洲的时候是最可怜 天天吃fish and cheese吃到我很怕 不然就是吃那个cheese 你看听到妈咪讲吗 她喜欢吃fish and cheese 妈咪我下次给你挑战 连续吃30天的fish and cheese 那个salmon好吃吗 salmon好吃啊 你连续几天煮沙丁的Auntie都受不了了 妈咪我很像连续煮4天的沙丁 你都已经complain了我 我才不相信你可以吃连续 30天的fish and cheese 是吗 我跟你讲 讲真的去欧肉哦 如果你本身啊很喜欢中餐的朋友啊 我会建议你呢可能带一些 本地的辣椒酱啊 或者是本地的一些即食面啊 可以去那个地方哦 因为那个地方呢 其实是有快熟面 只是说他找不到我们本地的牌子 比较难找 室友比较难找 然后呢我记得上次呢我去他吃他的快餐哦 连那个辣椒酱都要用两毛钱euro来买 所以呢他们那边的辣椒酱是非常的昂贵 然后上厕所还要还5毛的euro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刚好去的那个是城市 Amsterdam那种地方 所以呢就要还比较贵 然后同时间呢我们去年去那个北海道的时候啊 我妈妈咩 本来以为吼他会很怕冷 结果妈咩没有没有胖怕冷呢 很像是我们比较怕冷 妈咩哦去那边天天吃sushi不会怕 爸爸天天看到sushi我可以吃面吗 哈哈哈哈 我觉得去旅行哦会可怜我爸爸不是可怜我妈妈 爸爸跟我一样哦去哪个地方呢 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生的sushi也不能吃 我们两个呢只是天天想着吃我们的日本面而已 然后发现到呢日本冷的地方啊 有一个很好玩的 而且去北海道呢我会建议大家去温泉 然后呢去看他们的冰的那些castle啊 城堡啊 去看他们的雕兵艺术啊 去他们的博物馆啊 然后去他们的动物园 然后呢那个也是我第一次那么靠近企鹅 妈咩是不是 那时候你去靠近企鹅有摸到企鹅吗 没有哦妈咩不会摸企鹅 摸企鹅会被爪 妈妈上次去 她跟住那个企鹅拍那个video才好笑 我有拍一个behind scene 下次我去找一下那个video auntie 心哦 追着那个企鹅在拍video的样子很好笑 哈哈 那个企鹅然后其实走路还蛮慢的 然后auntie就跟着企鹅这样子走走走走 蹲着走 然后在拍那个企鹅的照片很好笑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那个鱼干 我们的咖喱鱼干的酱料呢 倒下我们的 倒下我们的大锅 然后auntie 刚才加了大概一点点的水啊 加了多少水 半碗的水 一碗的水啊 加入我们一碗的水呢 然后auntie 加一点盐啊糖啊去调味 调到我们觉得味道呢 适合你的口味的时候 然后我们才加入我们的 炒炒 加入我们的鱼下去呢 把它煮到均匀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的 什么 没有啦 可能有椰浆水 椰浆水啊 妈咪要跟大家讲 你放了椰浆水 不然人家看到你倒白白的 还没有完啊还有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加一点盐哦 椰浆水呢 下去 没有加盐 这个酱很咸 auntie讲 这个酱已经是很咸了 不要再加我们的盐 ok 妈咪 我知道了 get到了 记得不要加盐 因为很咸 加一点糖 加一点那个椰浆汁 所以呢 等下呢 记得想要跟我们同步一曲直播 美味秀的话 记得联络auntie秀哦 明天呢 就给你们test那个camera了 因为我其实在想办法 怎样test那个camera哦 因为今天呢 fail了 他讲我的那个 internet不够stable 所以呢 直接一直跳出来 留一个 所以我明天会再接价力 继续的尝试 妈咪你留一个给tangin啊 留几个给tangin 你留几个给tangin啊 你留几个给tangin啊 嗯 你一定会淋饭吃 然后呢 我们再加入我们的椰浆 这个是那个kaya brand的椰浆啊 然后加入我们的椰浆后呢 你看到我们的鱼放下去 这个就是跟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auntie秀呢 把我们的那个金苍鱼 抹一份薄薄的淀粉 然后呢 煎到金黄色的时候啊 我们就下锅 跟我们的carry 一干的酱料 一起均匀搅拌就可以了 而且呢 因为我们的鱼哦 已经炸熟了哦 所以呢 你不需要煮太久 只是要均匀让它沾上我们的酱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已经把我们的枪枪 我们的椰浆倒下去了哦 椰浆倒下去过后呢 这样子均匀给它这样子滚一下 我们就可以大功告成 可是没有甜 没有甜啊 美人鱼啊 阿苏给他钱给你啊 你们有看过auntie秀穿美人鱼吗 有期待吗 还是不要啦 哈哈 我家的小朋友哦 恩恩哦 很喜欢穿他的美人鱼的游泳衣 他的游泳衣有一个是美人鱼的 pattern的 他很喜欢穿那件那个美人鱼的游泳 这样子每天在我们的那个桶里面冲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已经差不多调味完毕了 然后就这样子慢慢滚它就可以熄火了 耶 大功告成 然后呢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呢 准时给我们看我们的人气直播美味秀 然后同时间呢 auntie秀已经煮好他的 咖喱鱼啦 看到吗 auntie秀呢 现在是要呈堂起来了 妈咪 在我们 呃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呢 我们就让auntie秀呢 呈堂我们的咖喱鱼过后 咖喱鱼过后呢 我们就让auntie秀做他的招牌动作啦 很辣哈 很辣哈 几辣 几辣 很辣哈 auntie秀讲很辣 auntie现在用很辣的形容词 来吸收他的那个咖喱鱼干 我们的咖喱鱼干就是我们马鱼的 那个咖喱鱼的意思 我们叫咖喱鱼干 鱼干是我们的马来文 就是我们讲的咖喱鱼的意思 然后呢 让auntie秀为我们 登登 把我们其他的酱汁倒下去 哇 很漂亮哦 今天的这个 你会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颜色很美 很漂亮 我也是很喜欢吃 叮叮 然后呢 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前呢 我们让auntie秀呢 为我们做他的招牌动作 拜拜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have a good dinner ahead 拜拜